大家好,我是Stan 11月30号美国 12月2号日本 12月3号韩国 确定进入世界杯16强后 就有部分网友们恭喜了Listeraping 这理由是因为 Listeraping五位成员中 有两个韩国人 两个日本人跟一位美国人 所以现在Listeraping成员们 可以一起快乐地看世界杯了 确实是 然后在韩国确定进入16强的那一天 Listeraping也拿下了 在MBC俄马举行出道后首次的一位 恭喜恭喜恭喜 然后在这里更有趣的事情是 在决定韩国16强的那场比赛 最后踢进 智胜球的黄一场选手的这个智胜动作 因为与Listeraping的Anti-Prageager很相似 而收到了网友们的关注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影片 然后因为韩国的下一场比赛是巴西 巴西的韩文叫Prage 所以就有很多网友们在网上留言 下一场是Prage 管他的 我们队友叫Anti-Prage的歌 对了 看过这场比赛的人 有没有对黄冉选手的这个衣服感到好奇的人呢 这不是内衣什么的 而是电子性能追踪系统 以GPS功能来收集分析选手们的活动量 活动范围 方向转换方式等 在2014年的世界杯優勝國 德國使用後開始收到了關注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三關非常正的SUPER JUNIOR INNEO 一般般的關係 我對於心中的性格 我會那麼有興趣 我之前是 要來說很好 我會說 我是尊重名的 什麼想說 是我的意思 我這些歌詞 我用了幾句 但往中有話 有的歌詞 以為ファン的歌詞 後來歌詞 中的歌詞 孔子自然 都当成是福利 能用这种想法 这个心态真的很漂亮 长期有人气都是有理由的 那我也想给大家粉丝了不 我们下期再见